下面咱们就来实际的使用一下这个Word2Vector 那么这里要给大家讲的一个酷叫做一个G-SIM G-SIM这个酷主要是来用来做一些自然语言处理相关的东西的 然后先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 关于一会咱们要用到这个酷G-SIM该怎么样进行一个安装 如果说你是有一个Anaconda的环境 然后点开这个Promate 在这个Promate里边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PIP-Install 就是我们打这样的命令 然后PIP-Install然后给大家打一遍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命令 中文比较烦 PIP-Install然后咱们的G-SIM 然后我们一回车直接一回车呢 它就会帮我们自动的去安装这样一个酷 现在我是已经安过了 所以说现在我已经是满足了这个标准 它就会不会再帮我去装这个东西了 如果说大家还没有装G-SIM 那么使用咱们这个环境之前需要先把G-SIM这个酷给它配置起来 其实G-SIM这个酷里它有很多关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东西 比如说它可以去做LDA 它那个主题文档摩情 还可以做一些英语的分析 还可以做一些TFIDF 这些反正就是一些自然语言处理常用的一些东西 之前我在做聊天机器人的时候 也是用过这个酷用了满长时间 效果也确实还不错 大家也是给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说大家想做一些跟自然语言相关的东西的 咱们也可以看一下G-SIM这个酷 然后在它的官网当中会有很多的介绍 就是说关于一个小的一个就是教程 会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G-SIM我们最开始该怎么样用 它的每个基本函数都是长什么样子 咱们今天这些课主要是讲World2Vector 然后涉及到的一些基本东西就教给大家自己去看了 咱们就不在上课时间 去给大家说过多关于G-SIM的一个基本的东西了 那么这里当咱们安装完这个G-SIM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的World2Vector这个模型导进来 就是FromG-SIM在它的Models模块下 把咱们的World2Vector给它导进来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我import一下这个logging importlogging的意思就是说 接下来你可以对打印的日志 进行一个自己定义 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格式 这里如果说大家没有特殊要求 就完全按照我这样一个标准就可以了 那么下面咱们就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现在你不是要做World2Vector吗 然后你得有两句话 这两句话现在我就随便写两句话 咱们也不用管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一个例子里边 然后传进来两句话 每句话它是由好几好多个单词组成的 首先第一步就是说我要对我的一个输件一句话经切分 因为输件的东西是一句话 所以说我需要先把这样一个话转换成一个词 一个词的相当于是要做这样一个分词的工作 在这里在行代码它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分词的工作 然后把我的每一个词都给它切分出来了 每个词然后最后我又组成了这样两句话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进行一个建模的操作了 咱们要建立一个World2Vector模型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调这个World2Vector 这是我们刚才导进来的这个模块 然后调它这个World2Vector 就是前面是小W 后面是一个大W 里边传进来我们要建模的一个输入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个sentence 这个sentence的结构就是 里边是一个分好词的 然后分好词它是多少个分好词组成这样一个句子 这是一个句子 然后又是一个句子 那现在我是只指定了两个句子 我们就是先举这样的例子 一会儿咱们再看一个比较复杂的例子 这里有两个参数 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训练模型的时候 可以指定这样两个参数 给大家先来说一下吧 第一个参数叫做一个mincount mincount的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的一个语调数据集当中 我们对词频的一个需求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在一个较大的语调集当中 我们是不是希望过滤掉一些词 有些词可能是一些偏僻字 或者是出现它的一个概率非常低的一个词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希望把它过滤掉了 因为它对我最终的结果 不会产生一个促进影响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我们通常是要把咱们的一些 出现的低频词给它过滤掉 通常这个值设置到0到100之间 也不建议大家把这个值设置特别大 设置个10设置个5 这些设置成比较小的值都是比较可取的 然后还有个size 这个size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现在主要是用神经网络去做这个事 那么W2B它有个默认值 就是说你的神经网络的一个层处 需要默认给它设置成100了 如果说咱们一输 想把这个层的设置更大 那有个要求就是说 你数据越大是把它那个层设置的越大 然后它也能够提升一个整解准确程度 但是最合理的设置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没有过多的需求 直接拿它的默认值就可以了 基本上默认值是等100 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层数了 这两个可能是咱们在经营训练的时候 会遇到的两个参数 然后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就是说当我们训练好了一个模型之后 我们可以拿这个模型进一个判断 就是说当前这个模型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两个词的一个相似程度 或者说看一个词 什么词跟它最相近 就是实际的把我们这个模型的vector给它拿出来 然后进行一个测试 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 咱们现在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可以掉猫斗 就是我们刚才训练好这个模型 掉猫斗的 然后让它去计算一下相似度 计算谁 计算一个狗和这两个词随便写的 大家到时候也可以自己随便指定 现在就是说我们训练完之后 得到这个model里边包含了每个词的一个向量 有了向量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比向量之间的一个相似度了 这个是咱们一会儿要进行实验的一个代码 然后我们现在看 就是说这个代码相对来说太简单了 我们只是用了很简单的这样一些数据 那一会儿我们要用一个非常大的数据 并且我们要用的是一个中文的数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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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